请点击右上角关注兴范 了解唐颜等娱乐动态用到了周三 我们的唐颜很高兴认识你 又与大家见面了 这次我们的唐糖将化身餐厅服务员 体验服务员的工作 餐厅服务任务众多 看美唐糖如何应对 见到委托人小玉后唐颜亲切的打招呼 然后马上进入工作环境 小玉介绍了唐颜今天要做的工作 摆台 点单 服务 收台 别看只是八个字 但其中每一箱又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摆台时 手指不能触碰餐具入口的部位 杯子要在碟子左上角 勺子要放左边等等 还有服务时 要不停的在服务区走动 主动帮客人加水 客人有什么需求 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应 而我们的唐颜听得很认真 做起来也毫不马虎 不一会 唐颜迎来了一对老夫妇 还用上海发向老奶奶贴心的推荐菜品 老奶奶问 你们这是什么帮的菜 唐颜 中原菜 河南菜 机智的小姐姐对打如柳 招呼晚点完菜后 唐颜转身离开去下单 而老先生突然紧紧追了上来 老先生这是要干嘛 原来当天是老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日 老先生准备了一枝玫瑰花 说是给他的老太太的惊喜 然后交给了唐颜 细心的唐颂特意去找了花瓶 为了老先生的亲婚惊喜 唐颂努力做到最完美 唐颂说 我看到了老先生的用心和浪漫 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而且我希望能够解上天花 再上菜时 堂堂小心翼翼地把惊喜玫瑰花藏在身后 然后送给老奶奶 祝你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快乐 老奶奶表示又诧异又惊喜 堂堂蹲在老奶奶身旁 对着老奶奶耳朵悄悄说 其实是伯伯叫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他说先让我保密 但是我觉得他很爱你 我就悄悄告诉你 老奶奶激动地拉住了堂堂的手 看得出来老奶奶十分感动 不少网友表示 被老夫妇感动到了 他们一定很爱对方 还穿了迷老鼠的情侣装 也曾看遍世间风雨 但只爱上一个你 平凡而伟大的爱情 就是这么动人和历久迷信 也有网友说 不愧是贴心暖堂 人美心善 第一次当服务员的堂堂 也犯了新手的普遍错误 上错菜 不过还好是上错饮料 堂堂一时到后天忙到前 不过客人大度地表示没关系 还有餐厅用餐人数增多 导致后厨出菜病慢 上菜严重超时 客人提出退掉不要 堂堂耐心地解释病之前 还耐心劝说客人尝尝看 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鱼头 您可以尝尝看 味道挺好的 最终劝说成功客人打包 堂堂说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遇到的客人都比较体谅 再偏尾堂堂说 好像人人都以为做餐厅服务员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真的只有亲身体验之后你才会明白 围绕着你的是数不清的碗筷和客人们剩下的饭菜 客人们的要求各种各样 每一生服务员里都可能是想象不到的意外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位客人 希望在他们的服务之后都能获得我们真诚的一生 谢谢